今天是第八次 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讲到有关用Seqlite做新增资料库 因为我们将来要储存资料 总不可能说永远都放在档案里面 因为放档案里面的话可能暂时储存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要查询 或者将来要输出报表的话 如果你没有把它放资料库处理起来 其实是相当麻烦的 所以通常我们的使用习惯还是会放资料库 如果单机的话 比如说我们自己个人使用会用Seqlite 但是如果你要跟其他人共用的话 可能也许你就要用那个server型的资料库 比如说像什么 像微软有MSSeql或者Oracle 但不过这可能有费用问题 如果你不想要费用问题 你可能用一个MySeql部分 你可以架一个MySeql的伺服器 那这个伺服器的好处就是你就是架一个伺服器 只要其中一台电脑 可能等级稍微高一点吧 然后我们所有人只要就放在那一台上面 透过网络存取 只要网络有相连的话 你就可以就变成说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抓的资料 我们都放在那个地方上面 大家一起抓大家一起就可以互相分享资料 不然的话呢如果你用单机形象这种的话 你要给别人恐怕就有点问题了 为什么因为Seqlite是存在你的电脑里面的某一个档案 OK那我们之前是讲我们Coslo01.db 所以特别那这个部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 其实有一个单元云端白板里面的话有一个单元叫做 买Seqlite的有没有 零八的第八个单元 就是说呢 那个连接买Seqlite这部分 那买Seqlite里面的话 可能你需要架一个买Seqlite的server OK这边所以难度比较高 不像那个Seqlite反正你就是直接一个两行程式 他就建一个那个资料库了 那如果你要买Seqlite或者是说其他server 你就变成说你第一个要把它架一个server 那像买Seqlite的话是架在一个叫那个一个webserver 一个网路伺服器上面叫apache的 然后呢他可能里面也会将以前比较常用 这样配合那个php的程式 所以常常见的啦 你们知道电脑书架一定有php与买Seqlite 一定是两个一起并用 但是买Seqlite不是说只能给php用 很多程式都可以用 像Python也可以 VBA也可以 其实其他程式都可以 手机的app你也可以存取 所以其实那个有点像伺服器型的资料 资料库有点像 反正我给任何一台电脑之外 任何程式也可以用 你是任何程式 不管是Windows版 Web版或者手机app版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把资料放在那边 不过前提你要把它架设起来 它架设的流程 有点困难 其实我们以前VBA进阶课有讲到 所以以前如果架设过都 虽然很困难 但是现在有一些懒人包 像我这边有放一个叫 那个什么SAMP SAMP其实就是一个懒人包 它其实就是你把它装起来 你下载解压缩之后 那把它set up一下 它就 你再把它打开 它就其实OK了 但前提就是你步骤不能做错 OK 你如果步骤做对的话 那你那个MySQL很快就架设 架设起来之后的话 其实你就不太需要改什么地方 这边有一些画面 如果你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然后可能要注意防火墙之类的 安全性可能设定一下 设定完之后的话 另外还要安装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SQLite 3 是内建的 那MySQLite 3不是内建的 你必须要到网路上去抓这个套件 把它装起来之后 你才可以连线 所以可能要Pipe install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把MySQLite 3 打开 其他城市都一样 基本上哪里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两行城市不一样而已 后面的基本上都一样 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还有特别把它用 那个黄色的笔 帮你们注册一下 就是之前写过的程式 本来是放Seqlite 如果你要放MySQLite的话 那其实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都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伺服器型的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后面有时间再看 如果没时间的话 可能因为我们今天第八嘛 第九第十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这部分有时间的话 自己先让一下 那这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 我讲过资料库 如果你城市赚写没有资料库 以后这好像感觉应用起来就只有学一半 所以特别注意 那资料库的话 Seqlite就是单机版 单机型 那买Seqlite的话可能是 就是像server型 每一台都可以连 每一种程式都可以连接 那如果以后要云端的话 我在那个网路上有放一个叫 叫Filebase 这个叫云端资料 那什么叫云端资料 那又更 就是使用起来的话 又不像说 因为MySQL可能是网路连接 但是是内部网路 但如果你不是内部网路 你是什么 你是要Internet 就任何地方连到云端上都可以存取的话 那你可能用Filebase 不过Filebase可能会有个问题 它连线 好像前面的1G的连线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超过1G连线的流量的话 你就会有费用的问题 那其实各家 不只Filebase后来被Google给病了 然后其他的微软 或者是亚马逊 都有他们自己的 这相关的云端资料库技术 我想这个应该是会是趋势的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再来看 网路上面如果有一些资料 包含就是说像我们比较关心像什么 PN2.5 比如说像今天的那个悬浮维力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那其实呢 那个行政院环保署都有在各地设一些监测站 那这个监测站他会把随时的资料呢 上传到一台server上去 那这个server呢 他会提供一个开放资料 每一段时间会更新 那你就知道说 旋浮维力到底品质好不好 比如说已经还看的话 看起来这个浓度 不这样看我是不太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了 所以看起来顶多是看数字高低 那这边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练习什么 把这上面的资料下载的话 那主要可以分成几种格式 比如说像什么杰森 其实杰森就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我们用之前学过的 就是字典 Dictionary 有没有 字典还记得吧 大瓜糊 然后key value OK 特别是杰森其实是网路型的字典 所以你如果下载来东西的话 你可能杰森就要变 放在字典里面 OK 那XML的话 其实就是会有一个 树状图 一个tree 所以你到时候要把那个树状 把资料 拆开来 另外还有CSV CSV我想比较亲密一点 因为CSV就是中间加豆点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档案 你就把它打开 如果是网路的话 你就把它抓下来 后面动作都一样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先练习一个比较简单的 所以假如说 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抓网路资料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 那个第六个单元 可能要往下卷动 那我们先从比较简单好抓的 再慢慢抓到一些比较稍微又复杂一点点的东西 那比如说网路上面蛮多开放资料 所以其实你点开这个单元 或者是说你其实可以Google一个关键叫开放资料 那这个开放资料的话 就会很多像 我举一些例子 像这个等一下安装环境 因为有些东西预设没有 比如说像最近比较火 前一阵子蛮火红的 就是说那个 那什么 像韩国瑜本来是在那个北农 他卖菜的 所以他是卖菜狼 对不对 然后后来莫名其妙就位置不见了 然后后来换了一个姓吴的 跟我同姓 然后后来那个人又莫名其妙又被离职了 是不是 然后就跟卖菜有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到 到底然后刚好有个影片 什么王世坚不是咨询韩国瑜 那影片大概破千万人观看 里面其实也没什么 就两个骂来骂去 然后可能王世坚很激动 那韩国瑜很淡定 那个影片 我看你们应该也看了好几次 我会莫名其妙 因为有人在那边转转转 然后又看一片 好看又看 其实里面以前没什么 不过可能就因为这样韩国瑜 就因为这样 票突然之间声势就大涨了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那个王世坚骂 骂韩国瑜说你是菜虫嘛 对不对 所以菜虫什么叫菜虫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 到底那个菜价 这个资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 可能波动 或者说不同地区卖的价钱 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那哪里卖的 因为他这边是哪一些市场 卖的价钱 比如说卖青葱好了 青葱哪边最便宜 对不对 台北是哪个市场最便宜 每个市场都一样价钱 应该不一样吧 对不对 你可能附近 有高贵的 对不对 葱那个很很 看起来就很漂亮的 跟看起来就是上面有土的 可能就价钱一斤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想要去买青葱的话 想要知道哪里最便宜 你可以到开放资料 所以第一个你Google开放资料 关键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看一下这边没有放 我这边有个连结 你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台北市的开放资料开放平台 那这个开放平台里面 当然不只是这个 其实你可以点上面这边 它可以连到那个叫 Data.台北2.0 那也就是其实 可能柯文哲是想说 透过开放资料 让大家都了解说 其实政府是有在做事情 而且政府是非常公开的 所以所有的讯息你想知道都会在上面 包含就是现在的什么工程进度 或者是说现在的什么什么事情 反正只要你越开放 那大家就不会质疑了 因为你如果越 就是什么都不讲 到底你现在做什么样都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的话 那你就可能有黑幕 即便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大家就会怀疑说 到底这背后有什么 就会去想 所以越开放当然越好 那目前台湾的开放资料程度 应该是全世界排在前面的 非常开放 OK 所以我想这也是趋势 全世界这种东西越来越开放 那开放的话 里面我们可以从里面 找到所有资料期 你可以看到 它有区分成几种类型 你可以按照什么来排 更新时间 还有使用次数 像我比较想要知道 哪一些使用次数最高 你可以点击里面的资料 使用次数最高的到最低的 那你可以看到有这些 包括哪一些 它会排序一下 那资料的话就会漏一下 你会发现最多的话 就是停车资讯 那这个停车资讯的话 它其实可以让你随时开放的 如果你有手机APP的话 你会知道说哪边现在停车场 还有几个位置 OK 另外还有什么U-bu 这个每天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另外施工的状态 比如哪边有施工 它其实都开放 还有什么 这个是天气 还有水质监测 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那目前可以看到 就是开放资料里面的格式 最多好像是XM 跟CSV CSV这些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什么 我刚刚是从这边使用的次数 使用次数之外的话 你可以从资料格式 总共有27种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也会告诉你说 XML在这个里面的话 有103种开放资料 然后呢 Excel档有166 TXT有5种 CSV有388种 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 就剩11种 看起来好像台北市政府 真的还蛮钟爱CSV的 OK 那其中的话 我们待会练习 当然你练习完之后 你也可以试试看 去抓其他资料 那我希望 抓下来 第一个 怎么样把开放资料抓下来 第一个 第二个抓下来之后 不是看到就算了 我们看到就要把它存起来 那存的话应该放哪里 那你可以把它丢到档 像我们之前有 把它合并 全省邮局 把它存成一个 TST档 或CSV档 可是问题 TST档 CSV档 真的不好用 你打开要干嘛 打开来你要查 你总不能用File 寻找 慢慢寻找 所以通常会放到资料库 所以最终我是希望 把这个东西 一抓下来 二 塞到资料库里面 OK 大概会做这些练习 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的话 那以后你不一定是抓开放资料 你抓你需要 你工作上的资料 你可以把它先存到资料库里面 以后的话 你可以再针对你需要的部分 做报表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利用什么的 我刚刚讲 你可以点击这边有个台北市的公有市场行情 这边点击 第二个的话 我们往下卷动 他提供的资料就会出现了 那里面的话就有什么呢 预览 让你知道说里面 现在提供给你什么样的资料 你可以大概预览一下 里面的话 他就是包含有几个栏位 他会跟你讲 里面有这么多笔 每页十笔 然后有1 2 3 4 5 6 6个栏位 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价格 ID 价格 然后品名 哪个市场 哪一天 卖的种类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那你可以上一页 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API 他这个一直在改版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又不是长这样 现在又长又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边有个下载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点下去下载 他这边就有一个CSV帮我download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CSV就在这里按右键 那我是建议用那个 NodePay++来看会比较方便 因为里面有些细节 可能用NodePay++来做 来看会比较清楚一些一些 这边在这里 那首先你会发现 奇怪了 点进来的话 他会乱码 所以如果说他如果产生乱码的话 记得在NodePay++上面 就是编码部分 找到致源期 把它改成中文 那一般的话可能 应该是 他这个是用EC有做的 所以呢 用Big 5 把它点一下 这个时候就正常 特别是编码里面 你可以把致源期改一下中文 那或者是说 如果还是乱码 你可能找一个正确的编码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哪一些 哪一些呢 第一个 它的第一列是 这个所谓的栏位名称 那再来的话 就分别放什么 放一个日期 然后种类 有没有 然后哪一个菜市场 然后呢 卖什么东西 卖多少钱 那第一笔 后面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CLF 其实就是反斜线N 所以呢 我们其实将来 可以下载之后 然后可以先放在串列 串列之后 如果要把它再分开 再切割 切割之后呢 再切割 所以可以 怎么 第一个先切割是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换行去切割 那切割完之后 如果里面有五个栏位 那我可以怎么 再按豆点去切割 就可以再把它放到资料库了 可是放资料库之前 你可能要想到 你要怎么先建五个栏位给它 然后再把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放进去 OK 那第二个有什么问题呢 这边好像 这边有很多空白 这空白 应该不需要吧 多余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去掉 怎么样把空白去掉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 比较糊 因为其实像这种案例 都不可能固定 所以你就要建招拆招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以什么 以一 如果它这个档案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个CSV 二的话呢 那当然我们已经把它下载 可是如果我不要下载 但如果你已经下载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之前讲过的 就是把它当那个档案读取 可是呢 如果每一次都要点下去下载 每一次都下载才能开 那不是等于还要办手动的 变成说你便要点一下才有 那如果说你不要点一下 直接去网络上抓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法 这边有一个什么下载 点了就下载 可是如果你点 刚刚是点左键是下载 但如果点右键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会看到有个什么呢 复制连接的网址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连接网址 复制它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我这边开个新档贴上去 它其实呢 就是把档案放在这个网络位置 那我将来呢 可以透过呢 一个网络存取的一个套件 或者一个模组 我先把它抓下来 然后我再做后续处理就OK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所谓的开放资料 那我刚刚讲的是 从这个台北市的零售市 大家如果你觉得 你将来要再做其他练习 要不就一 你可以从台北市再去找其他的 好像至少三四千种以上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找其他的促市 就是中央政府也一堆 然后高雄市 新北市就一堆了 反正各个直辖市 它每一大堆 你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每一种格式 你都可以把它顺利的下载 塞到资料库的话 那应该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需求 所以待会的需求非常简单 把一把档案下载 然后下载之后的话 塞到资料库 那你所以你要分析 它到底有几个栏位 几个栏位 你就建几个栏位 给它 然后就把下载的资料 切切切 然后塞塞塞 这样的话全部都塞到资料库里面 怎么做 可以试一下 想一下 应该 目前这个部分 大概也只有一个 那个就是下载部分还没讲到 我等一下会讲 怎么去下载 然后怎么样再把资料 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好